都说人一辈子会遇到2920万人 在这其中有多少人只是过客 想必大家心里也有数 能成为朋友的很少 成为亲人的更是少之又少 娱乐圈更是如此 通过霸道去哪儿 挖的是超人 我们了解到 胡克是一个极心暖心的人 对自己的家人 对待朋友 甚至对待路人已是如此 比如在面对不捡垃圾 刁蛮的路人时 能以高情商话解尴尬 胡克与他最好的闺蜜之间的情缘 也是因为自己的暖心开始的 朱瑞是胡克的好闺蜜 小育儿安吉的干妈 然而他们相识是朱瑞 还在跑龙套的时候 胡克对于朱瑞而言 就像亲人一般 朱瑞更是直言 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好的人 有多好 看看下面这件事 在你心中有没有够好 你应该听说过 赵丽颖跑龙套时被剧组击露 一个人半夜睡在山坡上的事 在未成名时 只有忍受 一次朱瑞在拍摄中 不停地挠动 原来是宾馆太差 夏天很闷 必然要打开窗户 然后后面就是臭水沟 朱瑞活生生被盯出了一百多个包 朱瑞当时就是个跑龙套的 胡克只是与他在同一个剧组 仅有这层关系 但知道原因后 胡克二话不说 就让朱瑞搬到他房间去 这时候我们都会认为只是客气一下 但让人意外的是 胡克的助理竟然来帮朱瑞收拾行李的 不过仔细想想 胡克也没有必要对人家献殷勤 剧组很复杂 却没有想到能结下胡克这么一个好朋友 如今更是好闺蜜 无话不说 朱瑞是安吉和小鱼儿的干妈 也是胡克的亲人 和杀意之间更是驱使连连 朱瑞更是直呼 看到胡克和杀意在一起会很不爽 西梦瑶一听两眼就发光了 立刻问道 这是个什么心理 胡克跟他老公在一起 你为什么不爽 朱瑞继续说道 因为那时候还单身 杀意还表现出无比爱老婆的样子 还年人 看着就特烦人 更甚少 杀意有一次和一个男演员合作 朱瑞挺重意的 告诉杀意 那个人自己好喜欢 杀意 二话不说保证 你放心 我给你介绍 结果 等了半年 看结婚才知道都结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